哈喽大家好,我是Emily 那我已经度假回来了 那回来的第一个视频呢就是口红试色 那这次要试色的呢 是我之前讲过的这个Bite Beauty的12星座系列 那这盒口红的售价呢 是睡前95加币 里边有13支口红 我等一下会告诉你们哪个星座作弊 每支是1.5颗 它们的正装口红呢是每支30加币 然后是4.35颗 其实每次Bite Beauty它们出这种 无论是大的还是小的套装 都还蛮有诚意的 因为算下来它的那个客数和价格是真的划算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盒子吧 它的正面就是都是这种星座啊星星 然后背面有点反光 是写到每个星座 还有它的日期 然后还有它的一个颜色 那作弊的就是双子座 这个让我想到我小时候在那种小卖部里 买星座相关的像是什么钥匙链啊 或者橡皮这种 我每次都会选双子座 因为双子座是有两样产品 没想到它们做口红也是这样 那我们就打开看看这盒里面长什么样吧 它的贴纸也是一个嘴唇 这个是盒子里面的样子 就打开了我就闻到Bite Beauty它们特有的那个香味 它也给了一张这个色号的纸 这张纸呢其实跟它们背面是一样的 它是有每个星座的符号 然后日期 名称 颜色 然后下面是有每个星座三个特质的单词 那今天我们就按照它纸上的这个顺序来 就是从摩羯座开始 摩羯座它写的三个单词呢 就是Wise, Ambition and Responsible 就是聪明,有野情,有责任心 的确摩羯座给我的感觉就是非常靠谱 非常礼尽 以前学习啊 还有工作时候遇到的摩羯座 都是非常靠得住的那种 大家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是个黑色的 这也太酷了吧 单这么黑还真的蛮摩羯座的 这个细节还蛮可爱的 你们看它平身上还会有星座的符号 哦这个擦出来是深酒红色的 不是黑色 看起来还不错 那我收回刚刚说的 这个不是深酒红色 它上格了以后 它几乎是没有红掉的 它就是深紫色 则是那种紫药水的颜色 然后会稍微有点带蓝调 摩羯座的你们开心吗 接下来是水瓶座 水瓶座给的三个单词呢 是Progressive Original and Independent 就是先进的本我的独立的 我还蛮喜欢跟水瓶座的人交朋友的 我觉得他们真的是非常脑洞 清奇非常有趣 然后水瓶座人给我的感觉 有的时候会跟双子座蛮像的 但好像双子座的就更加在精分一点 那水瓶座是什么颜色呢 是这个蓝调还蛮重的紫红色 这跟我想象中的水瓶座颜色也不一样 我想象的应该是会更淡一点的那种颜色 那我们先试试这个 这个颜色真的非常冷 然后蓝调很重 算是很挑肤色的那种唇膏 再接下来是我们水象星座双鱼座 双鱼座的三个单词呢 是Compassionate, Artistic and Intuitive 就是富有同情心的 艺术的直觉的 我觉得整个水象星座都是那种直觉还蛮准的 然后很敏感的性格 那双鱼座就特别的敏感 我觉得我对双鱼座 特别是双鱼座的女生 就讲话还蛮注意的 我不敢开那种太过分的玩笑 或者说太严重的话 因为他们真的是会崩溃的 就是在你面前大哭 然后双鱼座的男生真的很渣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受到 其实水象星座男生都还蛮渣的 但双鱼座男生特别渣 那双鱼座会给他什么颜色呢 是一个肉色 这个颜色看起来还蛮好看的 看起来不错的样子 这个是我喜欢的颜色 它会稍微偏一些暖橘调 它让我想到Fenty Beauty的Single 我觉得有点像 那我们来对比一下 这个是Single 这个双鱼座颜色要更亮一些 但都很好看 接下来呢是白羊座 那白羊座它给的三个词是 Courageous, Determined and Confident 就是有勇气的 有决心的 然后自信的 我白羊座的朋友也蛮多的 我觉得他们就是非常的搞笑 我觉得我很难把它们 跟就是这么严肃正面的词联系在一起 那白羊座会是什么颜色呢 是有点橘红样子的 我觉得这个颜色 跟我想象中的白羊座还蛮像的 这个是那种有点荧光感的橘红色 再接下来是金牛座 那金牛座它写到是 Devoted, Sensuous and Beauty Loving 就是忠诚的,感官上的,然后爱美的 其实爱美的这一点 我们又非常强烈的在金牛座身上看出来 金牛座给我的总体感觉是非常务实的 然后非常有钱的 我们来看一下金牛座的颜色 看起来是个非常务实的颜色 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 我想象中的是那种土色系的 淡淡的 这个是那种淡淡的灰粉色 跟我今天眼影还蛮配的 这个颜色真的存在感很低 接下来是双子座 那双子座它写到是 Duality, Adaptable and Fun 就是双重性的,随机应变的,有趣的 双子座的人真的非常有意思 非常脑洞清奇 就你永远不知道他们接下来要干嘛 但我遇到的双子座的人真的特别少 其实我一直在想是不是这段时间出生的人就会比较少呢 那双子座是有两个颜色的 第一个颜色 看起来是个正红色 还蛮好看的 这是个完全不偏色的正红色非常好看 但这个颜色就很不像双子座 另一个是什么样子的呢 是个裸色 看起来还是那种蛮正的裸色 这就是我完全hold不住的那种死亡裸色 用了以后显得嘴唇非常肿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接下来又是我们水象星座巨蟹座 它写的是Nurturing, Caring and Feminine 就是养育的,关怀的,女性化的 那一般来说大家提到巨蟹座呢 就是顾佳了 而且他们真的是一群挺敏感的人 我有蛮多巨蟹座的好朋友的 我觉得巨蟹座就是心灵上很懂我 那我们来看一下巨蟹座是什么颜色吧 怎么又是一个裸粉色呢 不好的预感 这个颜色跟刚刚的金牛座很像有没有 这个是金牛座 哇非常像哎 不怎么喜欢就是非常丧 非常没气色那种颜色 接下来是狮子座 那狮子座是Fold, Dramatic and Charismatic 就是大胆的引人注目的有魅力的 那狮子座也是一个就是性格非常强烈的一个星座 我有很多狮子女的好朋友 他们真的是非常讲义气 而且狮子座它经常是 就是平时你会觉得 它是一个非常开朗乐观 然后非常乐于助人的人 但有时候你可能突然不小心碰到他们的爆点以后 他们会爆得非常严重 非常厉害 就是你完全想不到他内在 其实是一个脾气非常大非常爆的人 但总体来说我真的觉得狮子女很棒 他们真的是很适合做好朋友 那狮子男的话 我觉得可能因为我是天蝎女 我真的跟狮子男就是没有办法交流 没有办法沟通 我遇到的狮子男基本上都是非常以自我为中心 然后非常大男子主义 然后自我感觉非常好的那种 我就会非常受不了 我就会很想杠他们 我觉得狮子座跟天蝎座这两星座 如果是异性相处的话 真的非常容易爆 那我们看一下狮子座是什么颜色吧 这是今天到现在唯一里面有闪粉的 断了 这个颜色感觉不是用来单用的 因为它的一个底色很浅 就是一层淡淡的金粉 还蛮好看的 这只其实蛮好看的 它里面的金粉非常漂亮 非常细腻 这个很好看 只是不太适合单擦 接下来是处女座 那处女座呢 是humble, disciplined and organized 就是谦逊的 遵守纪律的 有组织有条理的 提到处女座就会想到洁癖 那我记得之前我跟小伙伴也有聊过 哪个星座的妈妈最可怕 那基本上大家都会投票给处女座 那我们来看一下处女座的颜色吧 还是个挺好看的红色 这是大红色 它的颜色会比较偏冷 是那种有蓝调的大红色 再接下来是天平座 它是balanced, social and elegant 就是平衡的,社交的,然后优雅的 非常像平时对天平座的一个认识 我觉得天平座它真的是社交属性超强 它好像跟什么人都能交到朋友 这支天平座我之前买过正装 已经给大家试过颜色了 是一支土色的 这个颜色在我心中应该是金牛座的颜色 这个颜色我是很喜欢的 而且我觉得它这个mini装的 要比它们正装的这样好用 它正装的是就感觉高体很硬 很难涂均匀 那这支mini装的就还蛮好涂开的 接下来就是我们天蝎座的 天蝎座呢就是seductive, exciting, analytical 就是富有魅力的,令人兴奋的,善于分析的 那我觉得天蝎座一直是给人误解很多的一个星座 就是网上对天蝎座的描述都是非常负面的 就是那种什么嫉妒心强啊 然后报复心强这种 其实天蝎座的报复心并没有那么强 就是以我自己而言 还有以我身边很多天蝎座朋友而言 基本上就是你做了什么对不起我们的事情以后 我们就在心里比如说把你骂个几百遍 但是是不会付出于行动的 就是是在脑洞中骂你是在脑洞中报复你 但是不会真正去这样做 因为真正要去报复别人其实是很烦的 就我们根本就懒得去做这件事情 而且我觉得天蝎座对于他们真正认定的那种朋友是非常好的 是会毫无底线的去支持他们 就有点对人不对事的那种感觉 而且会把自己所有的好的东西都分享给你 那天蝎座的颜色是什么呢 嗯 这样看是一只橘红色 这个颜色天蝎座吗 这个也是有一定的荧光色在里边的 跟刚刚那个白洋座还挺像的 然后对比一下 我根本看不出什么区别 最后呢就是射手座 射手座呢是Frespirited optimistic and honest 就是自由的乐观的然后诚实的 射手座的人诚实吗 我觉得射手座的人作为朋友是很有意思的 因为他们真的是非常风趣幽默非常好玩 但是如果要谈恋爱的话好像他们有点你懂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射手座是什么颜色 巴比粉 射手座你好 对于这种死亡巴比粉的颜色我也没有什么好评价的了 好了那以上就是今天这个Bike Beauty十二星座口红的一个试色 我一开始只想快速做一个试色 没有想到跟大家偏提聊星座还聊了蛮多的 那这只是一个娱乐像随便聊聊天 大家也不要当真 你也很难把全世界的人就分为十二星座来看 那不要忘记给我点赞跟subscribe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